繼續要來看這些畫面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全身都不對勁 在東海大學有一位教授 專門研究大家都很害怕的蜘蛛 它甚至有台灣蜘蛛人的封號 現在它的研究團隊 領先全球首次的發現到 蜘蛛在夜間裡能夠吸引昆蟲 打破以往大家的觀念 這隻上戶蜘蛛是全台最大型的毒蜘蛛 能致人於死 而目前在台灣已知的蜘蛛超過400種 東海大學教授卓一鳴表示 蜘蛛身上的顏色鮮豔 有仿華的效果能吸引昆蟲增加密食率 國內研究團隊也率先全球首次發現 蜘蛛身上的視覺訊號 在夜間也能吸引昆蟲 被稱為台灣蜘蛛人的卓一鳴 從大學時代就栽進蜘蛛的世界 也用科學證據證明 蜘蛛把吃完的獵物 做成跟自己一樣大小的分身 能有效誤導天敵保護自己 而蜘蛛另外一項令研究者好奇的就是蜘蛛絲 蜘蛛絲強韌有彈性 又具有生物可分解特性 許多機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希望製造出人工的蜘蛛絲 運用在防彈背心吊竿 球拍或縫線上 但卻一直無法突破 其實有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 可以把這些蛋白質 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把它組合起來 以至於達到它所想要的一個物質特性 可是關於那部分 像個黑盒子一樣 我們都不清楚 因為蜘蛛吐出來的絲 會隨著環境獵物而變化 甚至瘋強瘋弱吐出來的絲 任性也不同 奧妙程度讓人類百思不得其解 也成了科學界當今熱門的研究課題之一 記者跟自詢鄭俊 台北報導